大家好,我手中的这盆长寿花呢,它是开过花之后,经过一次非常狠的修剪 那么修剪呢,到现在呢,应该已经有了一个多星期了 刚刚看了一下呢,发现它还没有长出这些新的嫩芽 就现在呢,就比较着急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给这盆长寿花促进新芽的生长 一般来说呢,这个长寿花在修剪了大概五六天左右呢 就能够有这个新芽冒出来了 起码呢,会有一些芽眼冒这个新芽 但是呢,现在看了一下,发现它没有什么新芽冒出来 现在呢,就要促芽处理了 春天的长寿花要给它催芽的话 最好呢,先通过这个水分来刺激一下 长寿花在开花的时候,我们浇水的时候呢,都会偏少一些 那么现在春天了,它花朵也已经开泄了 我们想要它长新芽了 那么我们就应该通过这个水分来控制一下它这个生长速度 来提升它这个新陈代谢的速度 达到快速长芽的这么一个目的 所以呢,现在可以多给它浇一些水 但是呢,注意不要出现积水的现象 那么第二个,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施肥来刺激它这个新芽的生长 现在给它用肥呢,最好是给它使用一些肥效比较快 而且呢,比较刺激一些的肥料 那么就要给它使用到这种促进生长型的营养液 它的肥效释放很快 而且呢,它的肥力比较充足 还是一个含氮量比较高的植物 还是一个含氮量比较高的肥料 我们把它对水稀释之后给这个长寿花浇灌就可以了 能够让它吸取到充足的这些氮素去让这些新芽长出来 氮素是促进植物长枝长叶的 所以呢,现在给它使用这种含氮量比较高的这种促进生长型的肥叶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个就是要给它增加一下温度 长寿花它长新芽呢,对温度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我们把它放到一个温度能够有10度往上的这一个环境里面去养 那么不出一个星期,它的新芽呢就能够挂满整个枝头了 如果你家的长寿花也是一样 在春天花泄了之后修剪完一个新芽都没见长 那么就赶紧给它吃一下芽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